之前十全十美曾经为您介绍过三杯鸡三杯中卷 而今天十全十美再度利用豆腐来推荐给您一道三杯豆腐宝 油炸过后的酥香豆腐搭配上五味杂陈的三杯酱料 如此绝妙的搭配保证别有一番风味哦 秋天的气息越来越浓了 给鳗鱼换上一席金黄的浦衣 再淋上浓浓的酱汁 味道实在口感道地 今天十全十美要推荐给您的是辅一香满 草帽草帽相信您一定见过 见过不稀奇 今天十全十美就要让你来尝一尝这种可以吃的草帽哦 只要您尝过了之后 就一定会心动的想要亲手来试试看 赶快来看今天为你介绍的可口草帽酥吧 拿手烤菜 今天要为您推荐的金牌厨师是张和锦张师傅 他拥有二十三年丰富的厨艺经验 擅长料理为川阳菜江浙菜以及海鲜料理 也曾多次获得中华美食站铺认比赛的金牌哦 现在则是第一高尔富球场的餐厅主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示范的这个三杯豆腐煲 我们需要的材料有哪些 第一个豆腐的部分我们今天准备的是两盒的中华鸡蛋豆腐 另外呢我们需要一把的九层塔 一根红辣椒 一块姜 花菇我们这边准备六朵 蒜头我们准备六颗 而接下来调料的部分 我们这边准备半杯的酱油糕 半杯的辣椒酱 半杯的米酒 适量的胡椒粉 麦芽糖我们准备半杯 黑的香油我们准备半杯 然后少许的甘草粉 少许的肉桂粉 以上这些材料就是制作今天的这道 三杯豆腐煲所需要的材料了 有的时候啊师傅的功力啊 真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就算桌上啊 看不到什么样的其他的材料 它一样可以做出来美味的料理 对 尤其是其实你吃到很多好吃的东西 师傅的选择也很重要 同样是一朵菜上桌 但是放什么东西也蛮重要 像中国人非常喜欢吃豆腐 我们知道我们吃过这个三杯鸡 但是三杯豆腐可能很多人不见得尝过 听起来就很香 三杯豆腐 里面一点荤的东西都没有 怎么能够烧出好吃的味道 而且是一个豆腐宝 口感应该是非常饱 对啊 对啊 今天请到这个很多球场的 对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个追击赛 张师傅来了 但是今天这个豆腐宝 知道怎么做就请掉师傅了 我看你都没有什么 因为跟三杯的做法是一样 可是在烹调的方式 可有点不一样 对啊 对啊 所以我刚才问了 你说豆腐要烧它入味嘛 可是你今天什么味道 要入到豆腐里面去呢 就是说全部它的调味料 就是靠调味料 靠调味料 所以调味料就很重要了 把这个味道给引出来 是 那今天师傅先把这个姜片处理一下 对不对 因为我是用嫩姜 因为我们包括这种这边说 豆腐来讲它没有鸡肉 没有中指 没有一些腥味 是 我们用嫩姜来煸炒的话 包括嫩姜都可以一起吃 对 如果是有些腥味的话 我们用老姜来去它的腥 但是今天呢 它是异香嘛 豆腐完全没有异味 没有异味 所以我们用嫩姜 还可以搭配的姜片 一起来吃 对 就蛮方便的 是 真不愧是这个 第一球场的御厨 你看 就连一小块的姜 它都会 仔仔细细 小小兴兴地把它切得 非常的漂亮 对 所以这个姜片的话 搭配在这个豆腐里面 待会入口的话 也可以连姜片要一起吃都可以 是 红辣椒那只只是把它切断而已 蒜头 还有小香菇 那个是花菇 小花菇 香菇都可以 是 这个是我们豆腐 通常我们在切断是烧油 烧油一点 把它修整 是 也要修整得跟其他材料一样 整整齐齐的 对不对 把它的造型这个做出来 师傅待会这个锅子也要起点油锅吗 对 好 把这个豆腐做很多造型 对 即使一个豆腐宝 其实豆腐同样你切成一块 还是把它修整 这一块豆腐跟它的整个观感跟卖相 对 就不一样 其实豆腐是很便宜的东西 跟刀工 其实这也是使用要讲究到刀工问题 是 首先我们要把豆腐下锅去过油 豆腐本身还是有一些含水量嘛 对不对 所以说被你油温要高 你现在记得它降温不是在我们在炸豆腐 我们不是在煮豆腐 不是在用油来泡豆腐 但是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 因为量多的话量多少也有关系 因为是一盒来讲的话刚才那个油温就够了 因为两盒的关系所以把温度稍微 等一下等到它稍微高一点 稍微小心一点 看我们师傅不停地在摇晃那个锅子 因为它豆腐呢还是会吊对 还是会黏 所以稍微摇晃一个锅子 让那个豆腐在油里面炒一下 如果你那个摇晃太大的话 豆腐没有办法成型 反而变成给你摇破掉 所以这个拿捏必须要稍微注意一点 好 颜色就很漂亮 好漂亮 金黄色喔 再看这个造型 好 再来我们就加上那个香油 香油 香油 蜂麻油 嗯 还有姜 姜片 先爆 嗯 像人这样吃麻油鸡这样 做过来 用黑麻油来爆香我们的嫩姜片 需不需要这样子煸到这个姜片旁边都焦焦的 因为如果是三杯豆腐它不需要 因为我们嫩姜也是一起吃 也是要吃的嘛 煸太狠了到时候就吃不下去了 太苦了 真的太厚了 好 那我们就蒜头 蒜头直接丢进去 对 也不用把它拍对不对 不需要 因为待会儿还是要有煮的过程 对不对 一般我们三杯鸡的做法也是类似这样 对 没有错 嗯 就说呢很多妈妈很喜欢吃三杯鸡 到这个土地层去吃吃看 但是呢自己做也是这样做法 对没有错 只是把这个豆腐呢改成鸡而已 很香喔 这我们就加水 这叫我们现在是要加上调味料 辣椒酱 辣椒酱还是用什么钢山辣豆瓣酱的都可以 是 可是加的话可能就要稍微注意到它的咸度了 对 还有米酒 米酒 麦芽糖 这家它的稠度是靠这个甜度是看麦芽糖 满特别 满特别的 那三杯鸡有加麦芽糖吗 对 要加 如果说没有加这个麦芽糖 那这道菜会少个味道 它的稠度就比较 就没有 不害怕 没有 不害怕 不害怕 这倒是蛮特别的 蛮特别的 蛮特别的 我第一次知道 通常如果是再加它们做 应该都是用糖比较多 用糖来熬一些熬的浓稠嘛 好 那让我们就说里面 就说放一点 那个桂粉 肉桂粉 肉桂粉 一点点 不要太多 我加了干草粉 干草粉 一点点为了提出它的味道 你吃不出来它里面摆什么东西 嗯 味道蛮香的 已经炒出来一点 闻到了它 表示你饿了 所以呢因为这个待会儿也可能是用一个这个砂锅嘛 砂锅也可以要先预热一下 那上锅 上锅之前可能会急急大大的 你还热闹 好 那它全部的味道跑出来以后呢 我们再加上那个 我们炸好的那个豆腐 把它一起放进去烧嘛 对 这样烧大概需要烧多久 它的味道才会入进去 其实这个做豆腐炸这样啊 你烧 其实时间 都可以 都可以 它已经熟了嘛 不用花太长的时间了嘛 这造型真的蛮漂亮的 像豆腐来讲 像鸡的话不需要加一点太白粉 这个的话可以加一点薄芡 因为太白粉水可以 淋上一点点的薄薄的芡 就是熬那个汁的话可以再熬久一点 嗯 它的味道会入 用慢火下去熬了 熬了 熬了越久它的味道又入得越里面 越进去吧 对 嗯 好 那我们就把那个 挑好的洗好的那个 九层塔 九层塔 放进去 嗯 九层塔去 喜欢吃的人可以多摆一点 多摆一点 是 豆腐本身就是 没有粘粘嘛 我们就加一点少体的太白粉 勾点粘 对 我现在如果很喜欢吃像这种 三杯鸡的做法的话 今天又学到另一道料理 还有这个三杯豆腐 那就差不多了 对 就把那个九层塔拌好了 直接放进去那个砂锅里面 嗯 这样就可以要准备上锅了 而且这个砂锅事先预热的话 你看还会轻轻炸 轻轻炸 对 好香 嗯 嗯 哦 趕快准备上桌吧 趁热的对 趁热 趕快上桌 那这三杯豆腐宝 要从底下捞 嗯 师傅这个越下面的味道越重哦 嗯 还有一点点酒味哦 很香 嗯 师傅这个很香耶 嗯 味道好香哦 嗯 那豆腐吃下去口感也不一样 我第一下闻到的都是那个花菇的味道 嗯 花菇的味道好香哦 其实像这样吃的话 如果是把那个汁再收干一点哦 嗯 那口感会更好 嗯 你吃起来就觉得满顺口啦 也不会说 像刚才我摆了那个什么那个 中药粉的干草跟粿啊 肉粿 那就一点点 提出来你吃不出来它的味道 对 你看 现在我们看了这个镜头 透过镜头看 你的汤汁还有这样子 所以呢 最可以再说这个汤汁呢 如果在家里面有时间的话呢 还可以继续的稍微让你再煮一下 让那个汤汁再干 用那个砂锅再久一点对不对 而且你看这个豆腐发现这个炸过以后很甜 那味道也很香 一般我们吃豆腐没什么味道 这个味道都很香 那整个它的蒜头啦 嫩姜啦 包括花菇啦 豆腐的里面 通常里面的东西 全部都可以吃啦 而且你知道吗 其实你吃三杯鸡的 你很多鸡有油 那豆腐这个没什么油 你吃了会有那个口感 但是不会肥胖 因为蛮健康的对不对 我的味道很好 嗯 你吃吃看 整颗的蒜头 在这里面呢 已经给煮到软软松松的 松松的 而且还有一点点甜味 对 这样子的蒜头多吃的 我告诉你就预防感冒 对 你就不会那种一感冒 感冒一两个礼拜不好 嗯哼哼哼 而且这个我觉得像这个豆腐 真的是很多人现在都说 喜欢营养 不要肥胖 对不对 你看你吃到这个三杯的口感 但是真的很舒服 这豆腐这样做 不同的方法 对不对 有道理有道理 你尽量多吃你又不会肥胖 但是享受这个口感 有三杯 享受三杯的效果 但是不会享受到三杯的后遗症 三杯的肥胖 对 首先我们将鸡蛋豆腐从盒中取出 并且切成块状 然后放到油锅当中略微炸一下 直到表面呈现金黄 然后捞出来备用 接着我们将姜切成片 辣椒切成段 放在旁边备用 然后我们在锅中倒入了香油 姜片辣椒段 蒜头花菇一同爆香之后 然后再加进去少量的水 以及适当的调味料 用慢火慢慢地烧到水分略微收干 大约只有原先三分之一的时候 再将豆腐放入锅中一起喂烧 等到汤汁已经收得差不多 最后再加进去九层塔 拌炒均匀 就完成了今天的这道三杯豆腐宝了 今天我们为您推荐的金牌厨师 是蔡万利蔡师傅 还有着17年丰富的处理经验 现在是担任中正国际机场旅馆 中参部的厨师 除了担任厨师的工作之外 蔡师傅的本国有关料理书籍 像是中国创意菜 面脚铺 飞节上菜等等的书籍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所要示范的这道辅衣相满 我们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第一个我们准备一段蒲烧曼 另外我们准备少许的绿花椰菜 把它摘成一小颗的 我们准备一根葱段 辅衣 我们准备大约六张左右 另外我们准备一张的紫菜 一盒的中华火锅豆腐 而至于调料的部分 我们需要一大匙的辣椒酱 一大匙的番茄酱 少许的梅林辣酱油 少许的乌醋 适量的黑胡椒 以及一点点的酱油 以上这些材料就是制作今天的这道辅衣相满 所需要准备的材料 好了我们经常说呢 吃食物的时候 希望能够把吃到的东西下去 然后他自己变得很有体力 很强壮 吃什么东西好呢 中国人西方人日本人 好像每一种民族的想法不一样 对每个人喜欢补的东西不一样 而且爱吃的东西也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我想中国人其实非常重视食补的 对 那是怎么样补呢 就要补得非常健康 先请到这个菜食补来给我们做 所以我又是搭配这个鲜鱼 鲜鱼在台湾其实是盛产 盛产 那你不要外交到日本去 日本人马上发扬瓜葬 非常喜欢吃鲜鱼的 对 但是其实好吃的鲜鱼 怎么样做料理的 观众都可以学学的 对 我们接着来这个腐鱼满卷 就搭配这个豆皮 好 豆皮还有豆腐 嗯 所以这个喜欢吃吗 豆腐我们需要切成什么样的形状 豆腐就切一条一条的 包在那个腐鱼里面 是 把他 豆腐把它对拌 先横切一刀 横切再来切对半 刚好切成一段一段 粗条状 是 放在边 放在边 再来切这个鰻鱼 瞧好的豆腐 瞧鰻鱼 差不多一样大小 是 一样大小 还是要切粗条状 还是要切粗条状 对 那因为我们把它直切以后 它那个刺 变得很短很短 嗯嗯嗯嗯 那你如果切错变得要变得比较长一点 对 好 把它切好以后我们再把它复一 也要改刀 改刀 修整一下 复一一般去买的半圆形的 半圆形的 我们今天就把它一改三 一改三 一改三 一这样子 是 像这样子的话 好 那以中心点为标准 就切这个三角形 好 这样子 是 中心点 那这边也是 划过来 划过来 这样子来 师傅先示范做个六卷嘛 对不对 对 好 不用那么多 把它放旁边 而且今天师傅还搭配了花椰菜 嗯 花椰菜呢观众要吃之前就先汆烫一下 好这刚才叫汆烫 这个就是 汆烫应该大家都知道 加了盐巴 加了油啊 烫出来亮亮的 颜色就漂亮了 我们节目看那么久了 看那么久都知道 没错 好 既然要用这个斧皮来包 当然少不了封口的地方 我们需要一点点面糊嘛 对不对 帮忙 对 那卷的时候呢 师傅都要怎么卷 先卷鰂鱼吗 还是分开 卷的时候就是把这个一块鰂鱼 然后拿一块豆腐 这样子再撒一点葱花 那因为我们大概卷好以后 如果炸过以后还要加一些调味 对 所以这里面也不用怎么放什么调味 就把它卷起来 勾勾给 好 而且待会里面也要油锅炸嘛 对对对 然后这个面粉调点水 调点水 好像包的时候这样子 好 然后封口 封口 封口要给它封起来 一卷的 颜色就蛮漂亮的 是 清爽 放点葱花 葱花 其实这时候呢 可以在里面放葱花 或者是呢 在里面放香菜 或者是里面放一点点姜 这些呢 辛香料 可以在这个斧皮卷里面呢 扮演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能够让你吃到这个 鰂鱼的时候呢 或者是吃到里面食材的时候呢 口气还能够保持很舒爽的感觉 看师傅待会这个炸这个斧皮的时候 油温要中温还是高温 您需要中温 中温不要太热嘛 好 这样子感觉好像是这个 以前古人用的金条 黄金 对 金块 其实尤其是过年过节 如果吃到这样子的东西的话 感觉是蛮特别的 那像这个就是 你一次不能卷很多 因为它那个豆腐 它里面有水分 它水分它会 渗透出来 渗透出来 不能像那个我们卷那个梅子鱼卷 那个卷一卷冰在冰箱 那豆腐你看这个不能冷冻 是 卷了就要马上炸了 所以这个卷就要炸了吃了 这一点呢 蔡师傅真是提醒了大家要注意到这一点 因为豆腐本身会出水 所以呢 动作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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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握第一手时间 而且待会油温呢 保持中温就要下去炸 炸的时间不用太久嘛 不用不用不用 你慢鱼本身是熟的了 不过呢 很喜欢吃慢鱼的人 今天肯定又多了一个不同的吃法 对 加点创意 加点巧思 是是是 好来我们现在开始要来油炸了 是 油炸这个稍微有点太高了一点 达冷 高一点 太高了一点 是 因为刚刚那一块剪两块特别大 倒一点点下去 倒一点冷油 特别是锅子如果太热的时候 加点冷油就好了 油温做要中温一下 对 加点冷油或者说先把它关掉 先熄火 先熄火 好像这温度就差不多 这样来炸 很快喔 对 一下腐皮就膨胀了 对 颜色都还蛮漂亮 是 很蛮 像炸这个腐皮的东西啊 各个师傅呢 说法不一样啊 有的师傅说呢 这个腐皮包的时候呢 略微留一点点空间 这样炸的时候呢 它蓬松的程度呢 吃起来会比较脆 有的师傅说呢 没关系 你把它包得稍微紧一点 它外表呢 自然会往外蓬松 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看你包的东西啦 因为有时候你包 包一些鱼类的东西 它里面是生的东西的话 需要炸久一点的话 你要稍微给它 包得紧一点 是 就不能够像是这个 包春卷一样 把它炸成金黄色 是 起锅前需要逼油吗 要大火吗 要要要 稍微逼点油 好 快哦 好 现在这样子 最后再开个大火 再开个大火 给它炸一下 好 赶快 趁大火逼完油了以后 好 腺素的起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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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为这个里面有包豆腐 所以它没有办法说炸的酥酥的 那因为这个我们待会还要经过调味 所以今天吃不是吃它的那个酥味 是 待会还有个调味料 对 可是这种腐皮的东西呢 其实趁热吃 还是外表能够吃到那种特殊的感觉 现在把它排在刚刚那个汆烫好的里面 是 要排好 排一排 刚好排在这边 花椰菜在做盘式也是非常漂亮 而且很好吃 嗯 没错 好 这好放七个 好 这排好以后 我们要煮个汁 是 煮个汁给它淋上去 它的调味 那它煮个汁淋上去是不是 对 如果今天 光是这样吃好像不太搭配 那今天这个汁就是用一些辣椒酱 番茄酱 還有一些酱油 梅林辣椒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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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些那个 有甜面酱的话 再加一点甜面酱 甜面酱 那里面我加一些乌醋 哦 加一点乌醋 那只要加一点酸 酸酸 不会太酸也不会太甜 香酸酸酸的 好 那把它煮开 加一点糖 好 先把所有的调味料 抓出适当的比例 把它放在一个容器里面 稍微把它拉一拉一拉 那大部分比例都是1比1比1 差不多 对 好 因为这个酱子随便你配没有关系 是 让每个人口味喜爱不同 对 再加点 勾点太白粉了 勾点芡淋在上面 就 这道菜就很可口了 是是是 就粉正点了 嗯 嗯 谢谢 这也是要勾流水线吧 不要太浓 因为太浓 就完全虚住了 是 因为让... 是要让那个... 吃起来不要那么油腻 所以要有一点点芡汁 然后这样子就好了 是 薄薄的就好了 我要剁一下香油 好 香油 对 应该是起锅之前 淋起锅之前 第二滴几滴 就是 香 而且颜色看起来会亮亮的 亮亮的 来 淋上去 淋在这... 这很特别吧 特别 这个炸锅然后再淋汁 你可能没有吃过 是是是 好 趁热 趁热 赶快吃了 对 香香的汁 来 好 然后这样子 这才一定要趁热吃 好 这才一定要趁热吃 好 这个就要趁热吃 好 这个就要趁热吃 好 这才一定要趁热吃 好 这才一定要趁热吃 好 直接要付出 哦 还有这个 炸锅再煮个酱 对 对 你看 里面又有豆腐 又有麻油 葱的香味 它的酱汁有点酸酸的 也不会太酸 第一口吃下去的酱汁很好吃 一点乌醋那样的感觉 对 而且特别是刚刚这个府衣 其实炸锅之后搭配到这个豆腐 然后发现口感是非常香嫩的 很舒服 很爽口 然后加上鳗鱼 一点点味道也不会太重 也很好吃 鳗鱼真是在里面 不会吃得很重的那个味道 对啊 豆腐还有腐衣 而且也不会太腻 刚刚师傅说 如果你都是炸鳗鱼 可能会太腻了 你自己还会太腻 你看豆腐在了大的位置 然后加点葱花去 调配一下 很香 所有的材料里面 最硬的是外面的腐衣 咬起来有点QQ的感觉 最软的是里面的豆腐 但是介于中间 就是那个带有厚厚脂肪 很好吃的那个菩萨蛮 尤其是全家想用的话 你看还有花椰菜 等于是还可以再吃点青菜 不会就太油腻 对不对 所以这种方法像虎一炸过 再来淋欠煮的 这个宫位 淋上去的比较少 这个是尝试看看 结果不错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不是那种酥酥的感觉 吃起来又有点 软软的黏性 咬起来有那种气 非常好吃 你要不要再提醒大家一下 这个里面的酱汁 到底是用了哪些不同的调味料 有梅林辣酱油 乌醋 乌醋 番茄酱 酱油 酱油 要加一点少许的甜面酱 甜面酱 对对 要加点盐 一点点胡椒粉 一点点盐胡椒粉 要煮出来颜色 就搭配就是这个颜色 这个完全没有加酱 是不是 大家可以事先把这些材料 全部倒在一个容器里面 调和均匀了 这样再下锅 自己先试试看味道 调好以后自己先试试看味道 我觉得这个味道很不错 要下锅 勾微签就可以了 你看你喜欢哪一个口味偏重 然后比例差不多对等 对对对 反正就是这些材料 你给它综合起来 是 但是看完还是要动手做做看 因为里面加了豆腐 炸下去 口感是非常不错的 也谢谢这个蔡师傅 带这么好吃的福利相满 谢谢 谢谢 福利相满的制度大纲 首先我们将不超慢豆腐一起切成粗条状放在旁边 然后我们将一张半圆的福利均分成三等份 每一等份里面包入一条满条一条豆腐条 并且呢 加上少许的葱花 及香菜 并且将它包裹起来 接口的地方 我们用面糊作为接着剂 包裹紧了以后 我们就烧热一锅油 利用中低温 将包好的腐衣卷放入其中 慢慢的炸酥炸香 另外呢 我们将花椰菜切成小朵 利用滚水加入少许的盐 略为汆烫一下 然后铺排在盘中 然后呢 我们再将热油用葱花蒜末爆香 加入调味酱一起翻炒 最后我们倒入烤汤略为煮滚之后 淋在我们之前炸好的腐衣卷上 铺排在盘中 就完成了今天的这道 腐衣香满了 今天为您推荐的金牌厨师是梁淑云梁老师 梁老师有了十八年之久的 丰富教学经验 现在则是台北市农会的通认讲师 除此之外 他还写了有家庭烤姜食谱啦 轻轻松松做饼干糖果啦 中菜的微波食谱等等 洋洋洒洒二十八本书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要吃饭制作的草帽酥 我们要准备哪些材料 我们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外皮的部分 我们准备中筋的面粉三百克 白油我们准备一百一十克 另外我们需要四十克的糖粉 而内皮的部分 我们需要的是白油一百克 另外呢低筋的面粉 我们准备两百克 而第三个部分 内馅的部分 我们需要三百克的枣泥馅 两大匙的黑芝麻 以及一个蛋黄 以上这三组的材料 就是制作我们今天的草帽酥 所需要的材料了 其实啊所有的点心 所有的料理呢 都是万变不离其中 比如说这个西点 它都是什么 糖油混合啦 或者是油酥混合啦 什么东西 但是那中点呢 就是油皮酥皮 酥皮油皮 对 如果你有这些闲情 你一直喜欢做点心 的话呢 其实今天十全十美呢 这个梁老师要叫我们 做一个草帽酥 喜欢吃的人 里面放一些枣泥的 可能有不同口味 而且还编一个草帽的造型 很像是夏天的时候 戴了一顶大草帽 对不对 梁老师果然是非常有时间 这只是多一个变化而已 就说其实在这个造型上 你当然可以圆不隆东 就把它拿去烤了 是 但是你可以做一点小小的花样 做点变化 就是我无意中 好像做得不好看的东西 然后我后 对 反而是觉得说不好看的东西 后来觉得说 好像可以变化成一个什么图案 对 尤其很多创作呢 变成这样 稍微改一下 变化一下就出现 其实方法都一样 对 而且长包酥的这个 其实蛮多的动作 我们要请老师来解说一下 对 我们这个是用大包酥 大包酥 大包酥 因为以前也介绍过很多大包酥 那大包酥还是 我们今天用白油 因为我今天那个帽子 我要给它白一点的颜色 不要那么黄的颜色 好 好 那这是糖粉 是 把这些材料混合在一起 我先把油切小块一点 没了一堆油在中间 是 所以你觉得这是蛮神奇的 你看一堆像面粉这样的东西 你待会变得好吃的甜点出来 对 这是水油皮了 好 然后我们放水 水大概是一百 四分之三杯 四分之三杯 我通常都会多放一点点 让它软一点 因为我们重复要三折 三折的话 你要是太硬的话 它根本赶不动 是 到最后的时候都赶不动 我们变成要洗到 所以老师建议的时候 这个水稍微多放一点点 稍微多一点 您所谓的稍微指的是 譬如说多那么一尺两尺 对 等一下你在 你一边揉的时候 你就可以感觉到它的软度 让我们看一下 我们要摸一下它的软度 杨老师你有上网吗 你是说我自己网站 对 没有 我自己没有网站 那你平常有没有上网 上网 有 我有上网去看 有上网去看 对 因为我们十圈师妹也有一个网站 有 我有看过 很多人在上面 不停地讨论这些点心方面的东西 常常有人打电话来问我材料 对 就说哪一个材料怎么做 所以 梁老师也有上网的习惯 观众朋友 如果对于烘焙方面 很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在这个网上头 跟梁老师稍微留言 可以 杨老师来回答你 我再回答 特别梁老师今天已经很丰富了 对 因为梁老师点心做好久了 对不对 不止点心 我第一本食谱大概15年了 对 32本食谱 对不对 尤其是点心部分它就非常专家 是 我很有兴趣做点心 我很喜欢 这是我的师好 是 好 我们这个揉好以后 我们要放着饧 是 要盖一下 大概要饧个15分钟 盖一下 好 可以让它盖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做内皮 过筛 内皮 因为是低筋面粉 低筋面粉一定要过筛 因为它比较容易受潮 对 好像雪花糟 对 绵绵绵绵的 很像糖粉的感觉 好了 刚才做完了水油皮 现在我们在做油酥皮 油酥皮 油酥皮的部分 它就比之前的少了糖 少了 水 纯粹就是油 揉起来 对 那因为我今天用的油份 蛮少的 是1比1分之1而已 就是说面粉200 然后油100 对 所以我就要用力这样搓揉 要是你喜欢油再多一点的话 你就不能这样搓揉 你只能这样子拌一下 轻轻按一下 对 慢慢拌这样子就好 那因为我们这个一定要把它拌 一定要揉出来 有 现在看呢 杨老师又用这个切板 把这个材料弄成四方的 就表示说它做得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对 可以 好了 平常我们一份一份呢 单独把它合在一起呢 叫做小包酥 今天呢 是把整个做好的水油皮 跟油酥皮混合在一起 叫大包酥 大包酥可能在这个制作上面呢 稍微工程写得稍微艰巨一点 不过呢 其实原理是一样的 好 我们这个就是给它 比它小一点 大概留一公分 对 把它包起来 包起来 这种包法是最好改的 就是把它当做夹杏一样 是 放在中间左右 拌合起来 好 那这个因为里面很多油 所以我们刚开始擀 可能不会很好擀 因为我怕你们不熟练的人 一压下去整个油会这样跑出来 破掉 所以你刚开始你就用手把它压扁 先用手把它压扁 用手把它压扁 这样子 让它油很均匀的分布在那个面皮里面 这样子 然后再用这个擀面这样轻轻的稍微 先把它擀看 千万不要很急的一次想把它擀到底 那是不可能的 对 因为有很多学生他会 你看 像这些地方就可能会有一些烈掉的地方 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毕竟我们最后吃的时候 是希望那个皮会是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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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别在那里 对 好 我们把它做三折 折回来第一折 再折第二折 像我们做小包酥的时候 我们是手把它顺着前面往回一卷 卷成一个卷 但是这么大这么厚 没办法这样子卷过来 所以就用折三折的方法 再把它推开 对 再推开 那在擀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是往这一边擀的 而不是往这一边 这边是没有折痕的 这边有折痕的 是 往折痕的方向推 是 你不习惯做 没做过的人可能已经数不清楚几次了 对 其实老师只是说折三次呢 未来在吃的时候呢 已经吃到的是一层一层的酥 我觉得是够 那层次就很好了 够了 没有绝对的 再往三次以上去擀 会硬掉 擀了十次啊 二十次啊 其实也没那个必要 折腾自己的手 反而不好吃 四次以上就不好吃了 太多了 因为他把面擀死了 那三次就没有了 不一定勤劳就是对的 就是 过语不急都不可以 不一定勤劳就是对的 就是在擀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底部 底部不要让它黏住 底部黏住的话 这也是经验之谈 经验之谈 老师赶一赶呢 赶快把它翻起来 底下打点粉 要不然呢 上面一样的 多用心啊 擀得多平啊 都没有破掉 他说呢 根本掀不动了 黏住了 上面都黏住了 好 我就这样子好了 虽然说只是几个粉 搭一搭去 但是就可以做出 很好吃的点心 真的很有意思 这个层次就已经够了 接下来你把它卷起来 卷起来 卷成桶状 对 好 切成一份一份的 薄薄的大概一公分的宽 好 现在观众朋友呢 能不能够透过镜头稍微看到 其实现在呢 已经可以看得出来里面 一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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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酥了 那个纹路 这个纹路 已经可以开始看得出来了 螺旋状 其实都是一折一折的螺旋状 排了在里面 未来呢 烤出来的就是油皮酥皮 油皮酥皮 油皮酥皮会非常的好吃 对 可能如果要是我 可能一些包线 一些不包线也烤不看 对吧 吃起来也蛮好玩的 对 我们这个尾巴就会有一个尖尖的 嗯 我们现在把它压一下 压一下 对 然后把它擀开 擀开 那尖尖这边 要不要把它黏合 没关系 等一下 等一下再黏一下 好 因为它这个 你假如不压一下 直接擀的话 它很容易就松脱掉 就散掉了 像这样子的话 你就直接擀的话 就裂开了 它会黏住 然后就会裂开 对 这样这个还好 还蛮好盖 让它稍微黏一下 好 好 然后呢 拿一个小再找你先 你可以用豆沙拉 找您拉都可以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蛋黄 这个蛋黄就稍微刷一下 刷在周围 这个边 边缘 然后这边刷一下 是 好 然后再取这边 那这边就是变成说 你要反过来 反过来 反过来的话 它才会 一个是顺时钟 一个是逆时钟 一个是逆时钟 对 把两个呢 多余的这一条边呢 给它 交叉住 交叉住 有一点点交叉 然后呢 把整个边 我们刚才刷了蛋黄的地方呢 稍微拿手 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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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一个边缘 轻轻的把它压一个折痕 压一个边 压出来 那你假如说 你要它漂亮一点的话 你可以稍微 就是边缘刷蛋黄就好 刷点 这样子 不会说白白的 对 不会白白的 是 就像我们看到蛋黄酥有的时候 这表面有点黄黄金色 对 但是呢 这个跟蛋黄酥呢 有一点点相反的地方 有一点点相反的地方 这个就是把它拖起来 是 那我们刚刚这里 还有一点点水 我们再把它沾在 水的作用上 然后沾芝麻 然后芝麻就把它折上去 好 好 这是老师已经示范好的一个 现在继续做第二个 那观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 我们刚才把两个皮 中间放上了馅 然后呢 旁边用手压紧一点 压紧一点 使它成为一个边 两个边交叉的地方呢 稍微拿手捏紧一点 这就是我们整个草帽的蝴蝶结 我们在做这个蛋黄酥的时候呢 我们是拿这个蛋黄啊 去抹在整个顶端的部分 但是呢 未来我们希望这个草帽呢 烤出来的时候啊 帽子的顶端的部分呢 是稍微白一点 它的边呢 稍微黄一点 所以呢 我们恰恰好 跟这个蛋黄酥相反 对 我们把蛋黄就抹在边边的部分 边上 有点颜色 像老师现在这样子的动作 好 中间呢再沾点水 上点芝麻 你可以把它稍微把它拖一下 把它翘起来的感觉 对 好像使用过一段时间 好 帽子还有一个造型 沾上一点黑芝麻 OK 好 这样子进烤箱 他们大概需要烤多久呢 这个大概是25分钟 要烤25分钟 要烤25分钟 这个帽圆这样一圈一圈的 非常可爱 对啊 可是您刚才这样子包的时候 它的线并没有鼓得那么厉害 它一烤那个酥皮会鼓 烤完后 它直接是里面的酥皮会鼓起来 对 而且你看造型真的很可爱 对 真的是这样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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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很像草帽 很像那个卡通里面 那个TOTOLO里面 那个小女生戴的帽子 对 就让我没事看到这个 我就想到那小女生好可爱 安妮商 我一直在叫 很可爱 试试看 非常酥 酥皮 一层一层 慢慢吃 酥皮也会想 搞得很香很香 但是一层一层的 嗯 老实说三次三次就够了 对 也不用到四次 嗯 酥皮下的好处 超过五次就撕掉了 因为要撕了 嗯嗯 所以这个 这一个地方呢 这个次数还是要记着 要方便 那个方向推一推正中 看到没有 真正好吃的啊 未来吃到里面呢 真的就像一圈一圈 一酥一酥的这边 因为烤完以后呢 有点点颜色 会看得更清楚 真的是这样一次一次的 你看手掰 都可以这样的掰下来 你看到 一掰 掰一圈 嗯 特别是刚刚我们就说 在烤之前 如果烤一个有馅的 还有一个没馅的 因为刚才一圈圈烤起来 应该就已经很香了 嗯 也是蛮舒服的 嗯 但是呢究竟怎么样做呢 刚刚观众已经看过一遍了嘛 可以试着动手搓走看 这个造型是非常可爱的 像个小红帽的帽子 嗯 吃了个点心 马上让你联想到 卡通影片里面 小红帽的草帽了 对 很可爱 对 而且他妈妈后来都好了嘛 我们非常谢谢梁老师 带这么好吃的这个草帽酥 谢谢 谢谢 草帽酥的制作大纲 首先我们将外皮材料 一起将它柔和成为光滑的面团 放在旁边大约松弛15分钟 内皮也是一样混合均匀 并且整成正方形 然后我们用外皮包裹的内皮 再用三折法慢慢的将它擀三次 擀好了以后呢 我们切割成适当的大小 然后取一片的面皮 周围刷上蛋黄 中间放上枣泥馅 再盖上另外一块的面皮 并且将四周的面皮 往内轻轻的拖起 使它成为冒圆状 而多出的一节面皮 也要交叉叠好 轻轻的压一下 最后我们在中心 预先刷上少许的蛋黄 然后沾上芝麻粒 铺排在烤盘之中 放到已经预热好的烤箱 用170度温度大约烤25分钟 就完成了这一个 好看更好吃的草帽酥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还有是 别忘了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并按下铃铛 收看我们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 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